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半棋是柯杰对战申明军在9月22号进行的一场往棋赛 柯杰直黑,申明军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然后黑棋小飞挂,白棋反挂一手,黑棋继续挂脚 白棋在上方飞压,黑棋往前一长,白棋再一长 一般来说黑棋会选择二路飞,简单定型,然后白棋拖先走其他地方 实战黑棋连爬两手,在这个地方黑棋想抢一个先手 白棋实战,直接拖先,在上方点33,然后走了一个定势 黑棋回到下方飞压,当然白棋也可以简单定型,爬完之后二路飞 实战白棋选择坚顶,这样的话选择权就交给了黑棋 如果说黑棋比较看重下方的发展,可以选择二路扳 白棋扳出,黑棋断打完之后再一长 白棋往前一跳,黑棋线手一压,然后在下方双飞压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实战黑棋比较看重左边的潜力 所以说从三路挡住,白棋二路扳,然后黑棋上方扳出 这手棋价值也是非常大,关系到局部的后保 然后白棋在下方打持 当然黑棋可以暂时拖先,在上方单长 白棋要是补一手的话,那黑棋继续走一个双飞压 然后在下方定型 实战黑棋先交换了一手 长出,然后白棋沾上补断,黑棋往前一跳 这一手跳跟单长相比,步调更快 但是这个棋形也稍微有些薄 白棋上方如果说拆边补一手的话 以后黑棋抢了一个先手 在上方单长 白棋在上方也成不了太多的目鼠 所以说实战白棋干脆选择在脚上定型 打持完之后而努力 但是很明显白棋牵了一手棋 以后黑棋夹击就显得非常严厉 实战黑棋双飞压 然后白棋靠压完之后一尝 黑棋单长白棋挡住 如果说黑棋比较看重右边的发展 可以选择先往前一压 然后白棋靠压完之后再一虎 黑棋先手打持白棋一瞻 黑棋在右侧拆边 把下方这几颗子看清 然后发展右边的潜力 也是一种选择 实战黑棋拆二比较平稳 然后白棋肩顶 黑棋长白棋先手沾上 黑棋虎一个不断 这个时候白棋也面临选择 如果说在右侧夹击 那黑棋往前一冲 白棋拆二 不仅可以成空 而且顺势破坏黑棋右边的潜力 黑棋要是震过来 白棋往前一跳 黑棋右边这块棋还要继续长出 然后白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在上方补棋 白棋的节奏也非常不错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回到左边夹击 当然黑棋这两颗子还是非常薄 如果说黑棋选择小肩出头的话 那白棋先手一起 黑棋也是非常难受 只能站上 白棋往前一飞 顺势破坏黑棋左边的空 黑棋这四颗子还要继续跑出 白棋跟着跳 黑棋小肩连回 但是黑棋的棋型 联络还是存在问题 比方说白棋往前一猴 黑棋断点也是比较多 而且以后白棋往旁边肩冲 黑棋这个局部也显得比较重复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靠压完之后再一场 白棋一拐 黑棋如果说选择切断的话 白棋二路扳回 这个局部黑棋可以暂时脱先 回到上方夹击 攻击白棋这一块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顶住 还是想整体进攻 白棋当然也可以二路立 二路立的话很明显 下方有一个二路扳过 当然黑棋可以先二路扳 阻读 然后往上一拐 白棋一长 黑棋再压 白棋想要做活也比较容易 可以选择三路飞 或者说往前一夹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黑棋这手跳 这个棋形还是有些薄 黑棋二师封锁的话 白棋断打先手 然后再不断做活 实战白棋先往前添一手 这手棋如果说黑棋还要单长 那白棋再二路立 那白棋再二路立 区别就在于多交换了一手棋 白棋这块棋出头要比刚才更加顺畅一些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断打 转换 白棋往前一长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往上一扳 弃掉两颗子 然后回到下方打入 当然左边还是有一个断点 黑棋现在切断 价值也非常大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就会回到右边夹击 然后破空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先往右边一贴 白棋扳头 黑棋咔嚓一段 这个地方 虽然说白棋可以打穿出来 但是黑棋也并不怕 白棋一拐 黑棋靠压完之后再一长 还是可以简单处理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在外侧打持 黑棋一站 然后白棋单长 黑棋飞出 白棋回到右边打入 黑棋拆一 先把右边这块棋安定 这个时候 白棋面临选择 因为白棋 右边这两块棋也比较薄 如果说 白棋想走厚一些 可以往前跳一手 黑棋飞刺 白棋沾上 黑棋二路飞回 然后白棋靠完之后再一搬 黑棋打吃 白棋再一拐 上下两块连成一片 而且这个棋形也非常厚 但是这样定型的话 也有一些缺点 比方说 白棋上方 想要违控 还是比较困难 左边 黑棋有夹击 右边 白棋这一手 扳 也是一个软头 所以说 违控不太好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白棋往前一贴 黑棋扳头 白棋反扳 黑棋一长 白棋再一贴 黑棋再一长 交换了这两手棋之后 白棋上方的潜力就撑出来了 但是也伤到了白棋右边这颗子 实战 白棋靠压 黑棋一长 如果说白棋选择站上的话 那黑棋穿出 白棋还是要保证联络 但是这个棋形 跟刚才相比 肯定没有刚才后始 而且被黑棋上方一拐 白棋上方 这个棋形也比较单薄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往前一压 黑棋一长 然后白棋在下方跳出 黑棋往二路一喉 白棋挡住 黑棋二路搬站 白棋在脚上捕活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然后黑棋往上一拐 白棋往右边一长 黑棋直接冲断 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往下方一冲 这个时候黑棋下方这块棋需要安定 可以选择二路拖 如果说白棋扳断的话 黑棋顺势一断 然后打吃先手再一打 补掉外侧的断点 而且黑棋出头也比较顺畅 实战黑棋往前一顶 然后白棋先手一长 黑棋站上 白棋二路扳完之后再一虎 缩小掩位 黑棋往上方点刺 白棋再一招 这一手招也比较严厉 这一手棋的意图就是 如果说黑棋往前冲的话 白棋直接扳住 黑棋冲完之后再断打 白棋沾上 黑棋打吃 白棋先手一长 黑棋贴住 白棋可以弃掉这两颗子 然后全部连回 所以说现在全局的焦点 就在于这一块的定型 首先黑棋下方这块棋 需要继续补活 然后右边这块 虽然说黑棋已经冲断白棋 但是这个空里面的味道 也是不太好 稍后我们从后续的实战 也能看出来 好 棋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柯杰 对战声明军 在9月22号的往期赛 现在白棋往上方一照 关键就看下方这一带的定型 黑棋实战往左边一拐 白棋飞风 黑棋往上一冲 继续冲击白棋的保卫 白棋扳头 黑棋反扳 白棋再连扳 黑棋往左边一拐 很明显外侧有一个双打吃 所以说白棋只能单退 然后黑棋往右边一冲 这个时候白棋不能断 断的话黑棋打吃 白棋一沾 黑棋再一打 直接一棋闷 所以说白棋只能从右边拐出 然后黑棋往上一冲 白棋切断 黑棋打吃完之后再一贴 白棋右边一冲 黑棋挡住 白棋二路断 黑棋不能从上方打吃 不然的话白棋反打 黑棋右边这块棋 要被吃掉 显然不行 所以说黑棋只能沾上 白棋继续团出收气 黑棋打吃 白棋再一打 黑棋一提 然后白棋打吃 这样的话 白棋右边全部连回 然后黑棋小尖 但是白棋左边联络 还是有些问题 实战白棋先在右边动手 二路打吃 黑棋一场 白棋打吃先手 然后继续先手打吃 黑棋一场 白棋二路再一爬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单场 单场的话 白棋二路跳 就连回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二路小尖 足度 然后白棋先手打吃 黑棋一提 白棋穿上 接下来有一个二路挤过 所以说黑棋一路搬 足度 白棋一路搬 黑棋挡住 白棋点进去破眼 然后黑棋先手一提 白棋打吃 黑棋一路搬 收气 接下来白棋继续回到左边定型 因为黑棋现在大龙也没有做活 如果说白棋在下方补齐的话 黑棋往外一飞 然后白棋一挤 黑棋贴住 白棋在一段 黑棋沾上前手 白棋一沾 然后黑棋往上一虎 白棋大龙被全部封锁 这样的话肯定不行 所以说实战 白棋虎一个连回 然后黑棋往下方一虎 白棋肩顶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二路挡 不然的话很明显有一个双打吃 这样的话被黑棋先手一提 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团出 黑棋先手一沾 白棋沾上补断 这个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然后黑棋小尖补齐 白棋继续回到右边 一路打吃 右边也没有定型 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往前一跳 这一手棋是长期的好手 因为现在黑棋不能冲断 不然的话 白棋往上方先手一挤 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再一冲 黑棋要是切断 白棋打吃 形成一个接不归 如果说黑棋沾上 那白棋往上方一断 黑棋也不入气 所以说 黑棋这手冲断不成立 黑棋只能选择团出 然后白棋沾上 黑棋不断 白棋一路打吃 黑棋打吃 白棋一提 接下来右边这个对杀 如果说黑棋选择拖先的话 比方说黑棋在左边斑断 切断白棋大龙 那白棋在右边一路站上 黑棋再收气 白棋收气 黑棋收气 白棋一提 就变成一个景气节 这样的话对于黑棋来说 还是有一些麻烦 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先收气 稳妥一些 这个时候因为黑棋 中央这块棋非常厚 所以说上方这个夹击 就变得非常严厉 所以说白棋要补一手 然后黑棋在下方先手沾上 白棋沾上 黑棋在斑断白棋大龙之前 现在上方点刺 破坏白棋的眼形 如果说直接斑断的话 那白棋往中央一飞 黑棋飞风 白棋冲完之后再一拐 这个局部的眼形 就要比实战好很多 所以说黑棋先点刺 如果说白棋直接冲断 就有些过分了 黑棋打持完之后再一沾 白棋打持黑棋沾上 白棋在右边有一个冲断 左边也牵了一手斑断 显然不行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简单连回 然后黑棋斑断 白棋往上一飞 想要作眼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简单封锁 就非常严厉 白棋如果说作眼的话 黑棋先手一次 白棋沾上 黑棋再往左边一靠 白棋还是非常危险 实战黑棋想在上方有一些借用 打入 如果说白棋三路拖的话 黑棋往旁边一挖 白棋断打 黑棋一掌 白棋在上方打持 黑棋就算现在直接掏空也非常满意 因为脚上的木树也是非常可观 而且白棋外侧拔了一朵花 其实效率并不高 因为白棋上方 违空的间距非常小 也显得比较拘束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干脆 在旁边继续补一手 然后黑棋往上方一跳 这样的话 白棋的实地 损失也是非常惨重 然后白棋往外一跳 黑棋一冲 白棋扳头 黑棋往下方一靠 这个时候很明显 想要缠绕攻击 如果说白棋选择往旁边一夹 那黑棋往上方一扳 白棋一长 黑棋往旁边一扳 白棋拐出 黑棋一扳 白棋也是非常麻烦 如果说白棋拐出的话 那黑棋往上方一虎 直接掏空 白棋也不行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往上方一长 然后黑棋贴回 白棋团住 作演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比较凶狠的走法 就是直接破演 往旁边 点一个 白棋先手一段 黑棋打持 白棋往左边一拐 黑棋冲出 白棋扳头 黑棋往左边一拐 白棋再一冲 黑棋 再一长 白棋还是非常危险 实战 黑棋往上方一虎 这样的话 白棋 就安全许多 因为这个时候 白棋肯定不能沾 沾的话 黑棋现在 再点进去破演 白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 白棋往旁边一夹 有了Z手棋之后 白棋的眼位 丰富了很多 然后黑棋 直接切断 白棋往三路小间 黑棋先手一挤 白棋一长 然后黑棋在上方打持 虽然说白棋大龙 可以做活 但是很明显 白棋左上方这一块 严重受损 实战 白棋往脚上一拖 其实黑棋也可以冲出 白棋如果说 在左下方断打 黑棋提 白棋二路立 黑棋左边这块棋 也没有危险 因为黑棋可以二路扳 白棋断打 黑棋站上 白棋二路打持的时候 黑棋可以 一路立 因为如果说白棋 继续一路打持 黑棋断打 白棋提 黑棋打持 形成一个对杀 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只能沾上 然后黑棋可以连回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选择二路扳 然后白棋断打 黑棋一沾 白棋沾上 黑棋先手一挤 白棋沾上 不断 黑棋在上方打持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选择沾上 黑棋二路扳 形成一个对杀 白棋还是不行 白棋往这一段 黑棋只需要沾上 白棋一长 黑棋收气 白棋卖一气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选择二路立 然后黑棋沾上 白棋在上方切断 黑棋一冲 白棋打持 然后黑棋沾上 白棋先手一提 黑棋再提掉 这样的话 白棋大龙全部连通 但是这个转换 从木树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黑棋满意 然后白棋二路跳 把这个缺口补牢 黑棋往上一点 白棋继续虎一个补齐 然后黑棋在右边收气 白棋提节 黑棋在上方二路段 白棋打持 黑棋再提节 白棋选择左边 二路立 这个木树也比较可观 黑棋继续收气 白棋提节 黑棋在上方一路立 白棋打持 黑棋再提节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的节才已经不够了 比方说白棋在左边一挖 黑棋站上 白棋再提节 关键是黑棋上方 节才非常多 断打之后再提节 白棋往左边打持 这一手棋都不是节才 黑棋直接可以在右边 不棋 白棋不行 实战 白棋在上方一飞 切断这颗黑子 然后黑棋在右边打持 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吃掉白棋右边这一块 白棋左边 有一些棺子便宜 然后在上方稍微成了一些木树 但是现在双方木树上的差距 已经比较明显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关子 走到黑棋 往上一冲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好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